二十年前一部海珠格格,讲述了乾隆年间的一段宫廷传奇,二十年后的如意传同样瞄准了乾隆,讲述的却是更加细腻和现实主义的后宫宫斗,二十年前还珠格格的皇后是旗帜鲜明的大反派,心狠手辣,无所不用其极,二十年后如意传的皇后成了最悲情宫斗剧女主角, 化作一个为爱而生的女子,二十年前还珠格格里大家最尊敬喜爱的令妃娘娘,漂亮大气又温柔可人,二十年后的如意传,才发现令妃私底下竟是个减肥,张柔可得牙痒痒,但是,现实还是允许奇迹的存在,二十年前还珠格格里大名湖畔的夏雨河,等了一辈子,看了一辈子,怨了一辈子, 终于在二十年后和如意传的乾隆,结成神仙圈律,剧中他等他半生没等到,现实中终于成了他老婆,给很多热爱剪辑的网友,提供了大量素材啊, 怨诸格格与如意传,快过二十年,居然以这样一种奇妙的方式被连接在一起,也是很戏剧性的, 其实官方可以靠这个宣传一波,毕竟可以更增加话题度,也有利于手势率的增加,然而不知道为什么,是忘了这个梗了吗? 有网友趁去帮不让老梗,要走正确路线,宣发之前跑出来吐槽,那说,不上完梗草字太难写,也有吐槽说,可能大家默认灵星如是滋味,不是下雨河吧? 虽然都是他演的,所以演完的话那到现在岂不是小四曲了,他女儿,总体而言现在对如意传的评价还是不容乐观, 一是有幅画到了以及时事方面,延续攻略的诸遇在前,二是电视剧本身也有很大缺陷,剧情还好,演员演技给力,老戏鼓标戏过瘾,原生也相当符合情景, 然而就是有些地方不对劲,除了周俊的声音和略恐怖的造型妆容,剑龙的绿马甲,轻银的大蝴蝶结,甄嬛太后的中国叶佳迷老鼠的耳环,不忍直视,说实话,后面让视剧情不精彩,都对不起这强大的演员阵容了, 我也觉得他们宣传很差,同样那么像张紫怡,一堆人的弹幕刷,居然没上热搜,可惜他俩夫妻不敢再折腾了,否则还要被骂, 如意赚水自带高配置和高流量入场也开局不利,只能借希望于公斗剧情展开之后凭借快节奏的细鼓标戏挽回局面。